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聊其实你应该的了解 百变天后梅艳芳安妮塔电影评 今天要来聊聊关于一部电影叫做梅艳芳安妮塔 今天刚好去看了他们的试影 所以乐腾腾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了之后的新的感想 但我没有收费哦,纯粹就是因为我是媒体的身份 所以可以抢先大家去看 然后我之所以会想做这几点,我觉得这部片大推 好,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了解一下这部片到底哪里好看呢 那我今天就分了几点,就是看点来跟大家做分享 但是在实际进入主题之前呢 大家稍微来讲一下说它的故事主轴为何 因为我看了一下我的整个podcast的群众分析 里面真的不少有那种十几岁二十出头岁的人 所以可能这类的人可能对梅艳芳比较不熟悉 那我稍微简介一下 她是个香港的天后,而且是百变天后 这故事呢就是在讲她传奇的经历 然后梅艳芳她其实出生于1963年 然后到2003年因为子宫颈癌所以就是过世了 所以她享年短短的四十年 但是呢她有个璀璨的巨星人生 这部电影呢就琢磨在刚开始是讲她小时候跟她的姐姐 梅艳芳两个人在 maybe就是梅艳芳才四岁的时候 然后她姐姐就带着她一起在那种卖艺的 或是卖唱的团体里面或活动上面就是在表演 然后就是挣点钱 然后在那边呢她就是因故去认识的 那个时候还是很年轻的郑少秋 然后就是楚留乡 然后后来呢因为被就是星探发觉 所以梅艳芳去参加了一档电视选秀节目 然后也顺利拿到了第一名的位置 然后就开始她的演艺事业 然后开始就大红了 就因此就她可能到外地区到日本去演出 然后因此就认识了一个日记的歌手 靳藤真艳 等一下会再详细的介绍 这个歌手然后就一见钟情 但是最后就无疾而终 那当然中间也有讲到很多 她后来去演戏啊得奖啊 甚至她后续可能就因为一些跟黑道德一些牵连 然后奔走她乡去的故事 但最后的最后就演到她最后的人生一场演唱会 她是罹患了子宫颈癌 然后逝世之前的四十五天哦 她还办了一场大型红堪演唱会 来告别她这个璀璨的人生 那故事就是在讲说 她这过程的经历啊 跟她的如何走过她的情商 或是她的演艺事业的起伏 很精彩 那来讲一下我个人对美艳芳的认识 我那个年轻的时候 年纪也算是三十几岁 所以我在就是很小的时候 的确是有经历过 就是美艳芳爆红的那个阵子 所以我对她可能有关于说 女人花啊 亲密爱人啊 这几首歌可能现在还有很多人都还会传唱 那在电影的部分 就是感谢龙翔电影台 不断的重复的鬼打枪的 播一些周星驰的电影 那些老片 所以大家都如主家 真相似什么 威龙闯天关 他跟周星驰的电影啊 还有一部 我跟你讲 绝对是你知道这部电影的人 一定年过三十 东方三峡 他是有张曼玉 梅艳芳 还有现在还在线上的一个大腕 叫做杨子琼 这也没有错 就是那个上企 里面的那个阿姨 杨子琼小姐 他呢 当时还年轻的时候 他跟张曼玉 梅艳芳 杨子琼 三个就是三个女侠 那部电影现在看 可能会觉得有点尬 而且整个布置场景 或是剧本设定 感觉超尴尬的 但是我必须说 在那个年代看 就是他们帅逼的 他就是东方的霹雳娇娃 三个人的造型 真的是帅到不行 斗篷 飞啊 什么些 或是他们的影片 就是打怪啊 或是很帅气的骑一些摩托车 总之他们三个人 就是那时候的美貌 跟那时候演技 就是撑起这部电影 很大的一个力度 如果没有记错 Netflix 现在很像有这部电影 如果你年纪很年轻 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 可以再去重新温习一下 那如果你已经跟我同年的人 也可以重新地去回顾一下 当初你喜欢上这部电影的东西 现在是不是还存在 那讲到这里 梅艳芳电影之外呢 他其实最近有一个叫做梅艳芳的展览 就是实际的展览 但不大 就小小 但 maybe 20瓶而已 之前我看的时候 是电影都还没上映 就是几个礼拜之前 我在松烟看的这个展览 它里面呢 就有展出说 他当初来台湾 获得金马奖的战斧 就一套黑色的天儿绒的长洋装 然后是因为胭脂扣 他得到最佳女主角 然后那个的片段 跟礼服本人都在那边 还有所谓的 他后续扮演唱会 然后你如果看电影的话 你就知道 他里面有一首歌 叫做坏女孩 他非常的浅 就是基本上是有马甲 马甲里面充满了毛钉 然后就是跟现在比亚瑟会穿 那种超级开高叉 然后里面就是单纯马甲 什么都没有 就是毛钉 现在看来你看到那个比亚瑟 或是现在看到很多网红 大家都赶穿 但是在那个年代 你还想说 那个年代赶这样穿 真的是没几个 然后也演抚了 他的那一首歌 叫《我换女孩》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场景 像他有把胭脂扣里面抽鸦片 他跟张国荣两个 躺在床上抽鸦片的场景 那个床有搬到现场去 所以呢 就是他是从 即日起到10月30号 如果你现在在听Podcast的话 可能松烟的这边展览 已经要告一个段落 但他之后会把 所有的四套戏服跟道具 搬到台北的 信仪威修一楼 然后是展出是 11月1号到11月30号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 看完电影的话 你可以去实际的看 这个小小的展览 它是免费入场的 那我觉得蛮值得的 但那时候 我可能是先去看展 再去看电影 所以我很明显知道 那个衣服会在哪边出现 那我会推荐你先看完电影 再去看那个展 因为它就是免费入场 如果你有经过 行仪区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好了 那进入今天的主题 就是这部电影 到底有什么看点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 我觉得它剧本 非常的完整度很高 说实在的 因为我在那个 实际的展览之前 那没有看到很多的片段 跟他有放很多 幕后花絮 跟导演的说法 演员的说法 那时候我看的时候 我就是其实期待蛮高 但是我没有到 非常高的期待 因为我就有点担心说 他找了一个 新的演员来演梅艳芳 那当然很多人真 因为梅艳芳 真的代表香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标杆 然后他是一个 女艺人的代表 所以我当初 其实期待没有很高 但是我看完之后 我必须给他拍手 真的是拍手 他完整度太高了 他就是 如果你不认识梅艳芳 你去看这部电影 你还是可以很顺的看完 然后就看了一个 很棒的故事 然后他是顺序法 所以你不会乱掉 不像有些电影 他是跳序 就是演一下老的时候 演一下年轻的时候 他是从年轻一路演到老 所以你就可以很明显知道说 他的时间走 就是顺序这样的讨论 然后因为 我有在那个展览里面 看到他们后续 在讲一些 他们拍摄过程的 一些道具跟场景 其实你看到 他们很多 电影里面的 一些老香港的街景啊 或是他们以前的 那个繁华的夜生活的 就是很多迷红灯 然后很多歌厅 舞厅 当然现在都已经被拆光 但是他在那个 用绿幕重新绘制 然后找很多当时 然后就是年纪比较大的 张哲跟美树 来重新把他们想象 以前的那个画面 全部再还原 但是你看电影的时候 如果我不讲 你真的不会发现 那个是假的 因为他是用电脑 会指出来的 但是你看非常真 我觉得他动画做得不错 然后美术也做得很好 所以呢 在第一点 我觉得值得看 就是他的剧本 安排非常的精致 而且有条理 不会让你觉得 看不到 如果你不认识美燕芳 你还是看得懂 但你认识美燕芳 你会更感同身受 那接下来第二个看点就是 新人王丹尼 请你记住这个名字 王丹尼 就是演美燕芳的这个新人 我跟你保证 她绝对会入围金马奖 跟金像奖的最佳新人 你主角如果她们 有那个机制可以入围的话 我觉得她也会入围啦 那新人我觉得她实在 因为他的脸型 身形 跟他的那个眼神 真的是跟美艳芳太像了 那我在看那个展览的时候 因为我坐在那边坐很久 他展览会一直播一些他们的采访片段 轮播跟有每一个都不一样 所以我就认真地看了他们很多的片段 就访问这个新人 他真的是全素人去演这部戏 所以他从唱歌 肢体动作 因为他有找了很多以前跟美艳芳共事过的人 然后跟他合作过的导演 跟他合作过的服装 去教王丹宁怎么唱歌 跟他到底给他很多的影片 让他去揣摩就是这个天后 所以呢在这部片里面 你看到他自己 当然王丹宁也有自己唱歌 那有些片段是放真实 美艳芳自己的歌声 就是你不会为何 你可以听到他的人很努力在 讲话咬字上面和在唱歌上面 他真的是下蛮多功夫 在揣摩美艳芳 因为美艳芳他其实讲话 就有个独特的口气 然后还有他唱歌的那个 中低音很迷人 所以他在里面演的 不会让你觉得 好落彩 就是那个突物点不会很高 甚至有些唱歌的片段 你会觉得说 哇他真的有认真的去学 美艳芳的口气 那更不用讲 他的脸型跟他的身形 真的有好几目 你都会觉得说 那个是美艳芳吗 就是你会有点吓到 甚至他的采访的后集 就请到跟他合作 胭脂寇的导演观景朋友 去探版 就看到王丹妮的造型 他就真的是说 哦真的 选角非常好 选得很像 所以也破除大家 当初在拍这个传记的时候 大家一定想说 谁敢演这个角色 谁敢演 但是这个新人 我觉得他真的有让我吓到 我看完这部片 最大吓到的是王丹妮的演技 他撑出了那个年轻 很稚嫩 很青春 然后一路到后面的市块 到后面就是点提携后背 到甚至他后面 离癌之后的那个 跟张国荣的那个情谊 细腻程度都没有被压过去 所以我觉得很厉害 就是大推这个人的演技 一定要仔细的去看 现在第三个关于说 这部美艳芳电影的看点呢 就是美艳芳跟哥哥张国荣的情谊 讲到香港就不得不提到 就是张国荣跟美艳芳吧 对吧 那他们两个其实 你看到那部电影 就可以很明显知道 他们其实很年轻 刚出道就认识 所以两个还默默无名的时候 就打造出那种革命情感 两个从那种小小的歌星 慢慢走到巨星 然后两个真的都是 香港歌坛的天王跟天后 那这部电影里面 其实张国荣的篇幅也蛮大 如果你本身是张国荣的粉丝的话 这部片也是可以看一下 那在这边就不得不提到 演张国荣的这个男演员 叫做刘俊谦 我之前其实有介绍过 可以看我之前有一部 Podcast在讲说 幻爱的 就是不负责影评推荐 就是讲到这个男主角 刘俊谦 他在美艳芳里面 就是演张国荣 我必须说 他敢演这个角色 我觉得他的胆子 真的是很大可 张国荣 基本上谁去演都一定会被妈说 长得不像不够帅 或长得不像张国荣 或是气质不像 或什么这些的 但刘俊谦 我觉得他已经努力了 因为他的脸型 就是比较阳刚 比较有线条 那张国荣 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可以演八王别姬 然后他也可以演阿飞正传 就是可帅 然后可美 但是刘俊谦 我觉得他用他的演技 有算是填补了那个空穴 但长相呢 就是像不像就见仁见智 但我觉得这部电影 他把梅艳芳跟张国荣之间的情谊 有演出来 那也可以很完整的 知道说他们两个 为什么可以有这么重 跟这么浓的革命情感 到甚至后面 燕之扣 为什么他们两个是男女主角 你们也有讲出为什么的原因 那接下来第四个关于说 梅艳芳这部电影的看点呢 就是时尚元素 你可以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 你不会有那种觉得说 好过季 好过时的感觉 但不得不说 梅艳芳本来就是香港的时尚天后 所以他以前的穿搭跟造型 就是有一个叫做Eddie的人 就是一个服装造型师 在帮他打理 然后Eddie呢 在里面的角色是由古天乐所饰演 他的篇幅也是蛮多的哦 就是讲他跟他的情谊 然后刚刚说的那个时尚展 就是梅艳芳展呢 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在讲说 Eddie跟梅艳芳的一些互动 那里面的时尚元素就不用多说 真的是每一套 即便是他现在是重新再去 重制当初的衣服 那你也会觉得说 哇那些衣服 现在看起来还是觉得很时髦 看起来还是很时尚 不会觉得很过激 那里面的发型啊 里面的发型当然是参考当时的那个流行 就是什么宗森明菜头啊 那就是可能现在看你就觉得 那个头会不会太肥 但是就真的很完整 就还原当初的一些细节 那不得不说 因为梅艳芳就是他白边天后嘛 所以他发型变化其实跨度很大 有那种很长发大卷 又有那种超短发 比男生还要短 然后会是那种全金毛的 他在里面其实都一一还原 所以王丹宁这个角色 其实他的发型变化 你就可以看到每个时期的梅艳芳 好 这也是一个看点 现在第五个 关于说梅艳芳这部电影的看点呢 就是五 历史片段的交错 历史片段交错呢 这个是很多自尊式电影会做的事情 然后当然这部电影就不得不说 梅艳芳当然有很多的历史回顾的画面 比如演唱会啊 或是之前选秀节目电视的画面 或是他之前参演的电影的画面 我觉得这部电影蛮有心 他去找应该那个应该算有买版权 所以他应该是一个一个去挖出那个版权 然后放他这部电影来 所以你在看 这个新人在演戏王丹宁 他可能有些转场 他就会跳回以前的历史画面 或是纪录片画面 你就会觉得很有感触 然后也会觉得 增添这部电影有很多的气味跟灵魂 那不得不说 这部电影也有很多的艺人彩蛋 像刚刚说的有郑少秋 刚刚讲过的张国荣 他还有很多用纪录片的方法 可以看到当初他去提起他的后辈啊 曹蒙啊 或什么 跟四大天王他们一起 和公益活动啊 什么这些 就像他当初很多巨星 以前年轻的模样 那这也是蛮精彩的一个地方 现在第六个关于说 美艳芳这部电影的看点呢 就是六 哭点 真的很多 当初我进戏院之前 我当然就是大概会知道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美艳芳 就是已经是逝世的状况 所以你已经知道结局 那就可以预期 但是中间还是有很多哭点 最大哭点 当然就是莫过于 大家都知道那个婚纱的桥段嘛 因为美艳芳他终其一生没有结婚 所以他最后 因为在离矮了 然后他又办了最后场演唱会 他最后要羡慕之前 他就换上了他人生的婚纱 他说他嫁给这个舞台 嫁给音乐 所以他就用这套婚纱 最后跟大家唱的黄昏之歌 然后跟大家道别 那边当然很感人 但中间的感人点也很多 像是什么姐妹琴啊 她跟她姐姐的戏份 还有她对爱情的痴迷 对爱情的痴迷 我等一下会有个篇幅会讲 还有女人花这首歌 真的是你看完她的故事 你才去听女人花 你就觉得这首歌跟她 真的太贴切了 然后就是完全讲出她的心声 就是人生如歌 那完美的就是贴合 梅艳芳这个人 所以我觉得第六个就是苦点很多 现在第七个就进入今天的关键时刻 就是日本男友 就是我刚刚说的 他其实里面只要琢磨在 他的感情世界就有两个男人 一个就是日本男友 另外一个就是杨又宁 杨又宁就是里面演的是一个 就是算是有点黑道的小哥哥 然后他在气氛不多 但是他算是琢磨在比较后半身的部分 那前面影响梅艳芳最深的一个男人 就是这个日本男友 靳藤真彦 这个名字呢 其实我当初在看这部电影之前 我在好几年前就有发现这个名字 出现在一个八卦的新闻上面 那我就认真做了电影研究 然后让我来跟大家威威道来 这个靳藤真彦呢 他在这部电影里面非常的深情 非常的动人 然后也非常的浪漫 你会以为是琴盛 但是在此我必须跟大家讲 就是另外一个角度的就是八卦 但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就是他有后续有很多的新闻出来 就是他号称是亚洲第一渣男 不要怀疑 就是亚洲第一渣男靳藤真彦 而且这名字不是我取的 是很多日本媒体也都这样叫他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靳藤真彦呢 在这部电影里面其实非常深情 非常的感人 然后非常跟那个梅艳芳 非常那个感情感觉浓厚到一个不行 但是他事实上呢 他是90年代的杰尼斯美男子 他出到于80年代 刚好那个时候梅艳芳也很红 但是你想说一个在日本 一个在香港怎么会碰在一起呢 就刚好是梅艳芳有一次去日本 参加一个演唱会 然后后来这个男生就是 靳藤真彦后来又去香港 就是办了一个活动 所以两个人在香港认识的 那在讲到他们认识之前呢 不得不说 为什么这个男的会被称渣男 他其实在日本呢 在1983年 就是跟日本的一个天后 钟森明菜 如果你年纪稍长了 应该就认识这个人 那如果你是小朋友的话 就听听 他就是类似现在的兵器部的地位 就是钟森明菜 这个靳藤真彦 他那个手势跟钟森明菜 是有稳交的 就是对外公开的 媒体都知道的 但是后来呢 他劈腿了松田圣子 松田圣子 你可能很多人还不记得 现在还有听过 因为他现在还有演戏 还有唱歌 他就是当初 钟森明菜的死对头 他劈腿他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报出这个新闻 劈腿的时候呢 大家就已经觉得他很渣了 结果 时间走来到1985年 他后来在香港认识了梅艳芳 又传出了一段情 然后就开始这个 纠结不清的感情纠葛 就让这个超级巨星 变成了世纪渣男 那梅艳芳当初呢 为什么会认识 就是靳藤真彦呢 是因为他去香港的时候 两个人被介绍认识 然后电影里面 其实有演啊 所以我们要爆雷 反正就没有认识 然后梅艳芳为了他 一年飞东京其次 而且甚至最后 索性在日本就买了房子 想要就是跟他 这样子近距离可以约会 后来 他才发现说 南方跟钟森明菜 竟然还没有分手 自己莫名其妙当了小三 所以他就冷痛的割掉 这段恋情 但电影里面没有障眼 电影里面是另外一个视角 跟另外一个角度 那大家都可以看看 那这边我将提供的是 新闻角度给大家听听看 那靳藤真彦呢 其实没多久 后来又跟松田顺子 被拍到过夜 所以变成是 他就是变成是 你知道就是 各种的花边行文 各种的跟谁恋爱 又讲不清 又跟谁偷吃 这样子 那其实讲到这里 都还觉得 反正就是感情的世界嘛 其实也不太算多渣 但是重点来了 后来呢 松田顺子 就是盛传 他打电话给 钟森明菜 就是跟正宫示威 然后这个作为 让钟森明菜 情绪崩溃 后来导致 钟森明菜 在1989年呢 割完轻身 伤口长达8公分 然后深度3公分 几乎要把 他的左手给割断了 后来这个男的 就是见状下风 送他去医院 6个小时 才把他 从那个救回来 然后后来 这个割完事件呢 就严重地影响 这个靳藤真彦的 形象重创 后来 他就打电话 给那个钟森明菜 想说希望他可以 他就是想要 跟他盗窃 然后想要挽回 这个恋情之余 可能也是想要 让他的形象 再恢复一点 所以我们就开了 一个记者会 然后女方呢 当初就是 开这个记者会的时候 她本来想说 好啊 你来跟我道歉 感觉我们两个 是有复合的可能嘛 所以她就在摆出 一个叫做 金屏风 金屏风就是类似说 日本的喜厨 是觉得说 可能要召开一些婚约 要有喜事的时候 她才会搬出 金屏风当背景 所以大家媒体都以为说 哦 她可能要 要宣布结婚哦 什么之类的 结果呢 这个男方还深深来迟 后来导致这个女方 一个人面对 所有的记者的追问 最后的最后 为什么扎就扎在这里呢 静腾正业 后来在记者会上面呢 就把所有的过错 都推给终森明菜 甚至就否认说 有要结婚这件事情 然后最后呢 还顺便夹带的宣传 说她明年 要推出新作品 然后导致说 终森明菜就是傻包眼 她在这个记者会上面 只能够边哭 然后边 就是只能够道歉说 不好意思 就是自己亲身的 这个决定 跟亲身这个作为 可能影响了大众 然后眼神就是 眼神死这样子 然后强颜欢笑 在场所有的美女记者 其实都于心不忍 但是 静腾正业 却一派的轻松 最后当然就是 这个记者会结束 就告吹 两个人就 就各自 奔向各自的人生 那后来这个男生就 又娶了别人嘛 又生了小孩 那为什么扎呢 那为什么这个新闻 又被扶上台 因为感觉是 很久之间的新闻 因为这个男神 就是静腾正严呢 他在2020年的时候 他的结婚 但是又传出不伦链 他所以就是 后来又传出 他有偷吃别的小三 这样子 然后这个 杰尼斯事务所呢 就是真的受不了了 他就在去年的 四月底 跟他结束 四十年的合约 终于要跟这个人 说拜拜 就是真的受够了 这个人 然后这个故事 就是这么的精彩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但我现在所讲的 都是我从新闻上片面 看到的新闻 不代表是真实 那看电影的时候 就是我很意外 因为那时候 我进电影院间 我看了 我之前也知道这个新闻 所以我想说 不是渣男吗 为什么电影里 演得这么深情 但他的视角 可能是美艳芳视角啦 那就提供另一个 平凡的角度 给大家做参考 那最后的最后 我来讲一下 什么样的人 适合看这部电影呢 如果你是2000年 以前出生的人 你刚好有搭到 美艳芳这个人 你对他 有点依稀的印象 你知道他 可能唱过什么歌 拍过什么电影的话 大推不要错过 那如果你是00后的话呢 我会建议说 如果你想看这部片 你就抱持着 这个全新的自尊电影 或是你可以去追一个 几部他的剧啊 或是追个几部他的歌啊 再去看 你会更有感觉 因为如果你认识 这个人再去看 我觉得那个感同身受的感觉 跟那个感动都会不一样 整体来说 就是一句话 可以做结论 这部电影就是 香港版的 一个剧情的诞生 就是Lady Gaga 前几年演的那一部 就是香港版的 一个剧情的诞生 那这部电影 预计于 11月5号到7号 会有口碑场 然后11月12号 会正式的上映 再次推荐给大家 最后还是要说 如果你觉得 我今天的 聊得还不错 这样的议题 或这样的说法 你还蛮喜欢的话 就赶快推荐给你的朋友听 那如果你是用Apple Podcast的话 不管你的评价如何 都可以去做评价 因为 只要有人评价 有人留言的话 这个排行榜 就会往前冲 那就是更多人听到 更多人看到 那如果你是用 其他的媒介去听的话 也欢迎你可以去 按个赞 然后按订阅 那之后就可以 收到我的消息咯 好啦 这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